那我可以當文件 大家可以當文件 你們要不要有錢一點啊 志工人員忙著向民眾推銷毛帽 希望能在寒冬中獲得民眾青睞 也好多賺取些經費 協助獨居長輩能在農曆年節 溫暖過好年 而這一麥活動的地點 就位在南來北往的休息站旁 吸引許多用路人前來響應 從那邊一看到這裡 就有愛心老人在這邊服務 一定要趕過來啊 這些人都這麼有愛心在做 年紀都比我們長了 何況我們這些小孩子 我們在他們面前是小孩子 我們在他們面前 我們就是年長的啊 連續九年堅持在小年夜當天 為獨居長者送上 溫熱年菜的老老基金會 近期也尋求服務區業者的協助 舉辦了擺攤募款的活動 基金會表示 今年除了會延續以往送年菜之外 也將送上紅包 讓長者們沾沾喜氣 捐紅包 祝阿公阿嬤新年快樂 我們現在目前的募款金額達到 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在過年之前 但是因為我們的捐款人很習慣 就是捐年菜 可是我們今年有增加紅包的活動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的這個捐款人呢 也可以多多的來認購這個 也不算認購啦 就是可以來捐贈這個紅包的部分 讓我們長輩在小年夜的時候 除了收到一份年菜之外 熱騰的年菜之外 也可以收到一個小小的紅包 因為是獨居嘛 如果說有 像基金會他們如果送我們 有一個年菜的話 就感覺很溫馨啊 就覺得有人在關心我們 那更好了 就覺得很溫暖嘛 我們過年過節嘛 傳統的一個過年氣氛 給老年人一個喜氣 基金會也表示在過年前夕 也將針對長輩的需求 協助住家除就不薪 並陪同購買年貨 不過龐大的支出款項 還需要更多愛心人士的投入 除了在歲末寒冬邀請民眾 踴躍捐款之外 也希望將愛與關懷 傳遞每個角落 讓獨居長輩都能溫暖過好年 借王生炫台中採訪報導 在家中採訪報導